日前 打着专家名义的反华人士公开造谣有关西藏归属权荒唐论调 并与西藏流亡政府相关机构及人士一唱一和 近日 中国社科院西藏问题学者 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张永潘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时指出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史实 不容辩驳 在此时机再度炮制谎言 是另有目的 张永潘谈到 近年达赖集团长期在国际社会活动 时常炮制一些外里闲说 不足为奇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弄断 实际上这个是不容辩驳的 应该说非常正确 但是西方它有一些反华势力或者是达赖集团 它利用这个来进行达到他们的一些目的 它是有他的一些险恶的用心的 张永潘强调 所谓西藏流亡政府 是名副其实的藏独政治组织 未被国际社会承认 趁着美国大选结束不久 该组织借此机会抛出新一轮造势言论 很可能是在试探国际舆论对其反应 以谋取政治经济利益 尤其是前几年西藏流亡政府可以说是在 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 从经费方面效果方面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这种局面 美国给他的资金前些年是有所减少 而且达赖集团现在还面临一个新的局面 因为疫情问题 印度政府对他的支持其实也是比较少 达赖集团现在新刨出来这么一种说法 他想通过这个策略也想去和美国进一步的靠拢 和美国进一步的靠拢 实现他们的这么一个目的 张永潘表示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符合史学观的完整表述应该是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自元朝开始正式纳入中央有效管辖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元代开始西藏纳入中央的正式有效管辖之下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符合历史的一个 这么一个正确的表述 一个是从这个文化方面 大家也知道在唐代的时候 文成公主进藏嘛 带去了很多这个中原地区的文化 像农耕 科技 医药 今天这个藏医学里边就有很多的一些名词 还有它的理论 实际上都和这个中医是有关系的 藏医里边也有好脉的这种方法 实际上它这个一些 很多的这些方法和名词 都是和中医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饮食习惯 宗教文化 建筑方面 还有其他的科技方面都是与中原文化息息相关的 文化上 汉藏文化水乳交融 双方不断吸收彼此文化中的精华 地理上 西藏北有昆仑山脉 喀拉昆仑山脉 南陵喜马拉雅山脉 青藏高原形成环状地理特征 自古以来不论是军事 政治或者经济活动 西藏主要向东向北的内地方向发展 考古遗存的论证则更为有利 西藏的从这个很多这个考古遗存里边 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卡洛文化 它的这个昌都这个地区的这个卡洛文化里边的 很多这个特征是与中原文化都是密切相关的 与马加瑶文化 还有养昭文化 它的特征实际上都是很一致的 这里边也就充分说明了 在史前时期的时候 这个西藏就和中原地区有着密不可逢的文化交流 张永潘强调 从原明清不同朝代 论证西藏作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从社官 军事 赋税等方面 论证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西藏进行有效管辖 他特别提到 西方不少有影响力的史学藏学学者的著作 也证明了这一点 张永潘还介绍 20世纪初期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先后多次赴西藏 及涉藏审去考察 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过交往 他的许多思想长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包括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 以及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美国的话在二世纪早期的时候 他是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 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的这个主权 这个是从美国的国务院里边的很多的文件 韩店里边我们很明确的能够看出这一点 这个连美国人美国的学者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 此外1940年代 美国政府派出两位军官进藏 妄图插手西藏事务 从现存于台湾地区的一些文件可见 美国当时派出军官经过了国民政府的批准 这也再次证明美国政府 极致国际社会过去对于西藏地位的认知 党案里边很明确谈到了 美国当时派两名军官代表美军 代表美国政府去西藏 这个必须要中国政府的批准 要中国外交部的批准 这里边蒋介石的电文里边 亲自给这个外交部的电文里边 亲自提到了这件事情 就是要经过这个中国外交部的批准 从这件事情上来 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从这个外交的手续上也能看得出来 西藏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和中央自己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张永潘表示 可以从另一层面看出 西方社会学界对于西藏历史的不了解 乃至误解的原因何来 一些人抱着刻意之心 另有目的的在歪曲西藏 是中国一部分 这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